淡水戏照1935年游彩画布50号 这张作品创作的时期和淡水衣相同 构图色调的感觉也类似 都以红色调为主 以红砖瓦为题材 显现他当时的心情是热忱、兴奋、欲望强烈 两幅作品也都以街道上行人多为重点 可见他对淡水的亲切感和喜爱 这两幅作品都是描绘临近海边的热闹街道 有山、有水 以蓝色的海水衬托红色建筑物的强烈度 绿色的树林只是缓冲红蓝对比色的点缀而已 淡水衣是由西往东写生 淡水河的尽头是台北市的方向 所以背景是接连不断的山丘 淡水细罩是由东往西描绘 所以尽头是无垠的外海 江面上有轮船停泊 码头前有一艘帆船和正在进港的汽船 汽船还在冒烟 表示汽船正在行驶中 但命题是细罩却不见黄昏晚霞 仍是青天碧水 可见当时只是近黄昏 陈城坡画作场景故乡嘉义之外 淡水最多 共有十一幅 而且在国外拍卖市场叠创天价的都是淡水风景 淡水是台湾开发最早的地方之一 位于淡水河口观音山下 历经荷兰西班牙英国的治理 留下许多充满异国风味的精彩建筑 正是画家最爱作画的地方